我们此生终不了 你想此生就解决是个终点 这个句号化不成 前面的课程也给大家引导了 那么你的肉体是此一生 你的灵是否此一生 所以我们马上会讲到 本体心是什么 今天我们是上一堂课讲到第八意识 我们会顺着讲 那么很快的第九心 就要开始呈现出来了 那第九心你要完全能够进去 使用这个第九的真心智慧 它叫直觉思维 那么你必须要破这个障碍 破什么障碍 就是你觉得此生就是终点的障碍 终极智慧就是我最后不再来了 没有生死的 我了了生死的 那这就叫终极 就是这个了生死的 是你的灵 不是你的肉体 也就是你不会死 你此生结入之后 你绝对不会死 死的只不过是张卜生的这个躯壳 张卜生的灵 会以另外的形式 继续生存在某一个空间 变成了另外一种生命体的存在 我们研究终极智慧的人 一定要突破这一大障碍 也就是说终极智慧的教学 它是不是我们显态世界的教学 不是我们肉眼可见 一切可测的世界的教学 而是更重是96%世界的教学 当你们学到第九真心的时候 你会使用它的时候 4%的世界的事情 对你来讲 那就是如烹小仙也 老子在他的经典中讲 就像煮一道小菜 那么容易 这大果如烹小仙也 然后什么意思 你治理一个国家 都EZ了 都简单了 都是像煮一道小菜一样的 那么容易了 这是对什么人来讲的 对你拥有了96%的智慧的人来讲的